欢迎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重生八龄,媳妇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君言讲故事 由殷君儿育文化传媒与阿里文学联合出品 第1089集 夏小兰都不知道说啥好 爱情这东西很突兀 有的人一下子就能找准合适的人 有的人一见钟情 有的人是日久生情 还有先婚后爱 古时候的男女成婚前甚至不会见面 照样有很多人一生相敬如宾 夫妻举暗其眉 但有些爱情吧 夏小兰不太好评价 周姨脑子一定是有问题 从家里偷跑 买张火车票就偷偷上了火车 追着圆汉而去 工作不要了 家人也不要了 蒋红这次是真的病倒了 病来如山倒 夏小兰去医院见他的时候 发现他瘦得厉害 整个人看着就虚弱得很 还拉着周文邦的手不放 你把周姨找回来 只要想到他在外面吃苦 被姓缘的骗得团团转 我就不能放过姓缘的 周文邦当了这么多年夫妻 我没干过啥违法乱计的事 就这一件事 你要不收拾姓缘的 我就自己来 蒋红声嘶力竭 周文邦也非常生气 还找他做什么 直到没有他这个女儿 我没见过谁像他一样 离开男人就活不下去 他真是丢进了周家的脸面 不管工作 也不顾你还躺在病床上 买张火车票就追上去 他能这样干 以后就别回来 夏小兰跟在关惠俄后面 从两口子各执一词的争吵中 慢慢拼凑出了 这几天发生的事 原来周成把周姨关起来 就一直没放周姨出去 后来周成回济北省 周文邦另外找了人看着周姨 一边雷厉风行把袁翰调走 普通人想调动工作不容易 周文邦还是有特权的 根本就不用问袁翰的意思 直接就把袁翰调走 三两天功夫 事情就办好了 袁翰也没办法 违背这调令的安排 什么时候回原籍单位报到 有规定时间 他要是不按时回去 正好是个借口 说不定他的工作 就彻底完了 袁翰好不容易 从小地方爬到了京城 一招打回原籍 肯定对周家很记恨 这人不知怎么联系上了周姨 把周文邦对他的打压说了 他估计是看事情不成 临走前还要挑拨下周姨姐和家里的关系 夏小兰这样感慨 关惠额看着病房里吵得不可开交 也是不明白 可能就和你说的一样 袁翰不服气 临走前要挑拨下周姨和家里的关系 哪知道 哪知道周姨够傻的 直接买了火车票追着袁翰而去 夏小兰觉得周家出人才 个个都是情圣 周文邦走出来 看见两人也叹气 你们来了 周姨这一跑 我是不能瞒着二老了 教女无方 我真是无言去见老父母 任谁生到这样的女儿 也会头疼万分 普通老百姓会头疼 高级干部同样会郁闷 不被父母祝福的爱情 每天都在发生 有的人顺从了父母的安排 没能反抗到底 有的人则拼命证明父母错了 辛苦和爱人走到了一起 周姨选择了最错的一种 她这样一冲动 周家接受袁翰的可能性为零 恐怕连袁翰都没想到 周姨的反应居然这么大 夏小兰本来不太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冷不丁听说周姨为爱私奔 既嫌周姨糊涂 心中也挺不舒服 周姨不是那种大坏人 就是没什么上进心 不过能和佟丽丽当了多年的好姐妹 果然有原因 在感情仪式上 同样的一言难尽 何况现在周文邦说 要把事情告诉周家二了 周老爷子是挺嫌弃周姨的 那再嫌弃也是亲孙女啊 不说老爷子 周奶奶能不能接受呢 大坏 还是先把周姨姐人找到吧 找她回来好好说说 手段放柔和点 您查过袁翰的底细没有 夏小兰对周姨的感情 马马虎虎 但对周奶奶的感情比较真 周奶奶一直对她好 夏小兰不忍心看周奶奶伤心 周家连个人都找不回来 没有周成 周文邦也有能使唤的人 之前是没给周姨来用的 周文邦想了想 认可了夏小兰的建议 你说的对 先把周姨找回来 要把她腿打断 总要见着人 关慧娥一个头两个大 好好讲道理 打断什么腿 她是女孩 夏小兰暗暗吐舌 周文邦不像是随便说说 她这个当爹的肯定气坏了 周姨要是被找回来 肯定没好果子吃 不过被打一顿 也比悔意伤强吧 周姨要是人和袁翰待在一起 周家会非常被动 还是那句话 这种事儿一向都是女孩子吃亏 夏小兰倒不是老封建思想 认为周姨和袁翰发生关系 就罪该万死 都是成年男女了 两性之间的事儿 你请我愿 有什么不行的 但周姨那个蠢货 多半是不懂避孕 发生关系是小事儿 怀孕了肯定是大事儿 就算周家能让他把孩子打掉 那疼的不还是周姨吗 平白无故的 周姨为啥要去遭罪 能扼杀在摇篮中最好 生下来就更糟糕了 孩子都和袁翰生了 周家恐怕要捏着鼻子 认下袁翰这个女婿 女孩子吃亏就是这原因 男人爽过了 不会怀孕 女孩子却要承担后果 造孽不造孽 周文邦却是早就把袁翰的档案 调来看过了 袁翰今年27岁 24岁就结婚了 和前任妻子结婚一年 京城这边的总单位 有领导去袁翰在的单位视察 袁翰笔杆子出众 写的发言稿 被这边去视察的领导看中 袁翰这人特别会顺杆子爬 不知道怎么 就跟着视察的领导 调回了京城 奇怪了 既然有单位领导看中他 怎么他在单位没受到重用呢 夏夏兰记得周成 已经查过一次袁翰 这人在单位的表现并不出众 周文邦脸色铁青 提携他的单位领导 有个女儿 袁翰想当人家的女婿 估计第一次出手 祸后不够深 被那个单位领导看出来了 人家调了他档案 如何不知道他老底 所以 把袁翰从外地调来 却没有重用袁翰 难怪周文邦脸色这么难看 袁翰不是第一次出手 第一回就没成功 别人家的女儿悬崖勒马 周仪傻乎乎地栽进去 这不是让周文邦觉得自己教女儿 还不如周仪单位的领导吗 zer然间摯卸不一下 一下明镭